11月25日,电商平台唯品会宣布终止旗下自营快递评均的业务,并委托顺丰提供配送服务。 早在10月25日,就有消息传出,唯品会正在与顺丰洽谈全资控股旗下的品均快递收购事宜。 收购之后顺丰将不会继续使用品均,而是遣散。 另外,唯品会自2018年下半年起宣布回归特卖战略中心, 此次自营快递业务调整符合集团的整体业务策略,提高物流效率,完善服务支持部门, 为用户提供优质配送服务,在进一步专注品牌特卖核心业务的同时, 降低履约费用,从而强化运营效能与盈利能力。 自2019年年初开始尝试使用社会化物流承接部分快递业务以来, 至第三季度,唯品会实际履约费用和费率占比均有所下降。 唯品会预计全面切换社会化物流业务后, 唯品会单件物流成本有望继续降低。